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老王奇律看世界 众死周知,铁矿对于我国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从炼钢开始的 但你知道吗,除了需要大量的煤和矿石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能源就是蒙矿石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在炼铁和炼钢的过程中起到脱氧剂的作用 于是我国针对这一能源展开了数年的勘探 而在不久前,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在同仁松桃发现首个最大型的猛矿床 据专家预测,发现了专业猛矿床约7000万吨 价值应超过1万亿,比普通的大型猛矿大了4倍多 这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个特大型浮腹猛矿床 也是到目前为止亚洲发现的最大猛矿床 它不仅可以用于工业,还能用于国防电子,环境保护,农木业等等 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 在贵州发现那猛矿将打破中国有史以来进猛矿的困境 它将对我国的钢铁业带来超大的发展 这一消息传出轰动全球 世界各国纷纷跑来与中国合作 不过与日本存在稀土的问题 还是让中国人吸取一个极大的教训 亲爱的小伙伴们,你觉得我们应该和他们一起合作吗? 好了,今天的老王奇律看世界就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